Runa 跟我們一起玩吧! 我們要做吧! Fantum Hall 嫌疑 嘿大家好我是MNike,叫我A萌或E萌 那今天我要來講露娜這個角色 露娜這個角色在台版是3月4號下午4點會開放抽角式常駐角 露娜這個角色在Shadowverse是死靈法師的預設主戰者 在主線中也有一定的戲份也有個人劇情 如果想要看看的話可以去玩一下Shadowverse 遊戲也是免費的 日版的情況看起來露娜是可以直接五星沒有太大問題的 因為露娜主要的核心還是在於小招的效果 上星數之後增加的生存能力還有基礎傷害還是不錯的 雖然不排除台版到時候會不會有四星奇效 但五星我覺得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你會擔心或者是資源比較不充足的話呢 可以先四星觀望看看 那在講露娜的技能之前呢 我要先講一下這個朋友系統 露娜有一個所謂的朋友系統 在露娜所有造成傷害的動作中呢 都會使露娜的朋友加1 普攻啊12技這些都算是造成傷害 本身就會加1朋友 那UB呢最後也會加1朋友 那朋友呢是在露娜頭上的狀態 有點類似克羅伊的幫忙躺直 他是疊在自己身上啊 然後這個狀態會被OK的這個效果擋住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技能的部分吧 首先UB呢是單體的魔法傷害 消耗最多五名朋友來增傷 那他這個朋友呢是直接吃1.2倍的魔攻喔 每多一個朋友就多1.2倍的魔攻 所以呢這個朋友數量對於他的UB傷害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可是露娜這個角色在技能循環中 基本上他都可以達到五個朋友啦 就是每次UB都會放到五個朋友 所以呢這一點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那再來1技呢是攻擊目前殘存血量最多的隊友 然後並且幫他充TP 同時呢這個朋友數會加1 那也就是說呢這個1技本身就會加1朋友數 然後呢他又是造成傷害的技能 又會再加1朋友 那這個1技放下去呢就會加2朋友 然後同時呢對這一個血量最多的隊友充TP 然後打他一下這個樣子 那這個打一下呢基本上就是普攻的傷害量啦 那2技呢是單體的魔法傷害喔 如果朋友的數量超過兩名的話呢 則會消耗兩名朋友 把這個係數變成兩倍的傷害 就是整整的兩倍 那動作循環的部分呢我放在畫面上 因為有朋友系統的關係啊 露娜開場呢會有一個動作 施放自己的1X技能 有點像克羅伊的出動 就是會放一個技能讓自己可以疊的東西 開始可以疊這樣子 那比較神奇的是呢 即使你在一進場 就是1分30秒的時候 馬上就連點開出UB 就是在移動放之前就開 那這個UB依然會加1朋友 甚至呢你這個出動的動作被斷的情況下 一樣會有累積朋友的效果 所以露娜這個出動開UB 感覺就只是一個裝飾 一個變相的動作循環nerf而已 實際上這個疊朋友還有1X加魔攻的效果呢 跟其他的角色一樣 就是在開局的瞬間就會觸發 OK那再來呢 就針對聯盟戰以及PVP兩大面向 來介紹露娜這個角色吧 首先是聯盟戰的部分喔 相信有在關注日版情報的朋友 都知道新年凱流之亂的狀況吧 那簡單說就是 新年凱流只要一直狂放UB 然後他就會越來越強 然後最後新年凱流一隻的總傷就破... 有千萬這樣子 所以呢 像露娜這種幫隊友補TP的角色 就十分的強勢 小雪啊 酒鬼 泳裝老師之類的都是 那即使呢 是新年凱流之前的版本呢 露娜也可以達到還蠻足夠的用處喔 那法隊一直都有暖擊比較久的問題喔 部分情況法師的角色 初次UB可能都要到50秒左右 那90秒的戰鬥都快要過一半了 那當然你可以放泳裝咲戀嘛 只是泳裝咲戀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還是比較適合打尾刀跟補長刀的情況 小部分才會出現手動刀很強的情況嘛 那有露娜的陣容呢 可以有效的增加全隊的TP迴轉率 在完整刀的部分情況的傷害 會比多放一個輸出還要更高 那也更方便打尾刀跟補長刀 對於出兩刀法刀也有搭配上的優勢 在新年凱流出之前呢 也算是一個普通好用的角色啦 而且這樣的補TP技能呢 往往就可以成就比較多 比較困難的手動軸啦 達到一般AUTO或者是其他角色 難以達到的總傷害量 那綜合來說呢 露娜我覺得在聯盟戰的部分 應該是會有還不錯表現的一個角色 再來是PVP的部分喔 有在鑽研PVP的朋友應該多少都會知道 在PVP呢前幾動是非常重要的 會大幅度影響一個角色在PVP的強度 那露娜呢前六動有三動是補TP 雖然跟酒鬼的出動補有一點差距 但論開局的時候補TP的密度 露娜就超越酒鬼 達到全角色第一 而且露娜的補TP是帶來傷害的 所以最終補的量呢也會比酒鬼來得多 打法師的話會接近一次就直接補滿的程度 那PVP補TP還有一個核心是說要可控嘛 大家花這麼多的心思去研究酒鬼移動補誰的重點就是這裡嘛 那這個我在超角色解析Omega有講過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露娜補TP是看血量 並且在全員滿血的情況下會優先攻擊4號位 那打PVP的時候除非對方是出動AOE攻擊 不然2動的時候露娜基本上就是補4號位 那在一般的情況下後衛的角色也比較不會受傷啦 所以也比較容易吸到露娜的補TP 但比較麻煩的是她補TP是帶來傷害的 所以又會間接影響到她下一次補TP的對象啦 整體來說就是在進攻的時候比較派得上用場 防守我覺得沒有什麼搞頭 而且她進攻也不是最關鍵的輸出角色 而是在旁邊成就其他人輸出的這個位置 那綜合來說呢我覺得以補TP來說 小雪跟酒鬼還是會是比較好用一點的角色 只是如果要補後衛的角色的話呢 露娜也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PVP來說的話我會給個A到SS左右看PVP的環境 好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綜合來說呢露娜是一個還滿實用的功能性角色 被取代的機率也比一般輸出的角色低一點 算是一個還滿推薦取得的角色 只是說她畢竟是常駐角嘛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其他的限定角 然後最近一兩個月的聯盟戰你可以滑水的話呢 略過然後等著抽限定也是一個選擇 就看你的荷包還有運氣決定吧 好吧今天的這個露娜介紹就到這邊喔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選擇要不要在這個第一波抽這個角色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謝謝各位